詞曲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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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實際上我有很大的一個認識是 每個人的婚姻它都不一樣 那沒有一定之歸 然後管教清少年也是這樣 每個孩子都不一樣 人太奇妙 人太奇妙 两个人放在一块 什么都有可能 种的原则 男人更需要尊重 女人更需要爱 但是你这个具体用到 不同的人呢 就是不同的技巧 比如刚才那个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 他没有说他跟基督教信仰有关 但是他用的原则呢 一些这个技巧的原则 从圣经上可以找得到 接下来大家会发现 是由这个来贯穿的 技巧和经营重不重要 那重要 那你不知道男女的差异 这个沟通就很成问题 你这个约会很可能就不是约会了 你不会不知道你的 另一方的这个爱的语言 那这个可能你花了很多力气 结果呢 他没明白 不体会 特别是空巢以后 如果没有共同的爱好 你说在一起 面对面干什么呢 这些都重要 但是最根本 最根本 而且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就是我们 我和我太太之间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和使命 而且容我这样讲 这个信仰和使命 不是一个简简单的说 哎呀我祷告了 我做了一个罪人的祷告 Sin as prayer 我做了一个说 接受耶稣基督的祷告 不是这样 信仰 基督信仰从来都是要非常扎根的 向下扎根 向上结出果实来的 我这个是 从信主那一刻 我现在回头看差不多二十年 不是差不多 信主是二十年 婚姻快二十年了 那如果把这两个类比的话 如果把这两个类比 那结婚的那一刻是入门而已 信主的那一刻也是入门而已 入门那一刻 那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到现在都跟 时不时跟人说 两千年 千禧年 我做了两个 从来没有后悔的决定 那人生会做很多很多错误的决定 那一年我信主受洗 那一年我娶了我太太 而那一年现在回头来看 那都是一个开头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 信仰和使命 那整个上帝造我们的意义 我想你即便不是基督徒 你也一定会有一个问题 说我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 我的婚姻有意义吗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真的扎根 所以在这里呢 这个图的是树根 这个往下真正的扎根 这个是需要多年的经历 而且我也深信 对我和我太太的婚姻 我们要继续往前 还要继续地学习经营的 而在这个打好了根基的时候 至少是正在打好根基的时候 那么从这个真理 从这个信仰和使命 会体现出一个价值观体系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树 你看得到它的树干 有些树干 你很明显就有问题 有长得好的树 你看得到地面上的树干 那都是健康的树干 而这个包括你对金钱的观念 哎呀我实在关于这个事情呢 夸我太太夸 夸几天都夸不完 就是我 我真的很难以想象 一个女人 可以对金钱如此的不看重 如此不看重 等等我可以展开来 那而她这个和她的信仰 和她的使命有什么关系 她的爱情观 家庭观 职业观 教育观 那因为我碰到过这个华人父母 说你们的婚姻有什么使命 我们的婚姻使命 就是把孩子送去长春藤 我说那就 那基本上这个方向错了 你也怎么救都不太好救 可以勉强维持 可以维持 我们还是希望维持 但是如果你的使命 是可以和永恒相连 我为什么要说 这个这么重要 当我自己因着信耶稣 被主的爱所感动 可是要到了十多年后 我才开始稍微明白一点 三一真神 圣父圣子圣灵 那是从永远到永远 就有个fellowship 他们之间就有爱 而这个永不止息的爱 可以流通到我的家里的手 哇 我的婚姻的使命不得了啊 我的婚姻的根基 而我的使命是要把这个爱 再给 再传递出去 给不出去啊 爱都是从三一真神那儿来的 但是我可以把它传递出去 这个 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事情 而这个信仰和使命 在不断地 更新我和他的价值观 这不代表我们的意见都完全一致 但是我今 这个我们就可以互用了 比如说 我正跟他 讲的就举个例子 正跟他就着这个青少年 其中加了一个青少年 开始争执了 那他觉得 你怎么不理解我 你怎么这么固执 哎呀 你有那么严吗 然后他说 你怎么能这么送呢 好人全让你做 哎呀 他开始陷入了这个 他说我脾气好嘛 那这个 这个确实 但脾气好不见得就成胜了 那所以他 他显得脾气有点不好的时候 然后我就开始 想哎呀糟了 现在怎么办呢 如果是当时 我想到 或者他想到 都能够解决这问题 他突然说 哎呀 要不然就是说 今天教会 哪堆弟兄姊妹 好像有点需要帮助 要不然呢 就说 今天又发生了个 什么社会事情 你看 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你觉得呢 一会儿呢 又说 哎呀 这个 哎呀 反正就有的例子 他就开始讲 或者我就开始讲 讲到别的 我们知道 我们有共同价值观的事情 讲一讲 想一想 对呀 这个 这不就是 刚才那都是个什么事 那都不是什么事 那不一笑敏恩仇嘛 对不对 对 那我们有这么强烈的 信仰的连结 而且我们的使命很相似 我之所以能够 从一二年开始做牧师 那我刚才已经提过 我现在再要说一遍 那绝对是我太太 百分之两百的支持 我们有共同的使命 而且越来越清楚 这中间不是说 我不想打退堂鼓的 有机会再跟讲 跟这个没关系 但是有这个时候 那太太和我都清楚 没有共同的使命 那价值观体系 在不断地磨合更新 再应用技巧 再经营 就会发现 婚姻就好像是个宝盒 那我们可能在婚礼之前 放了挺多宝贝进去的 从结婚第一天就开始用 就开始用 而且那个时候呢 这个信仰体系也 信仰体系也不太清楚 然后就只知道用 乱用 然后就像花不完的钱一样 一会儿花了就花的 差不多没了 空了 那我现在 我希望用这个事做比喻 如果是 如果是有一个爱情的 这个饱和的话 那放进去 怎么放 那就太重要 那就怎么放这样的 留意的 放什么 就最重要 你怎么放要学 就好比这技巧的精力 但是你放什么进去 太重要 太重要 当我看见 我不信主的朋友 虽然百里挑一 他们有美好的婚姻的时候 我仍然 我当然要夸夸他们 那就很不容易 那他们这不容易 那确实这个 得舍己 但是呢 我还是要 我还是会得到机会 跟他们说 如果你没有 不认识永恒的主 你或许用到了一些技巧 用到了一些 这个爱的语言 是根源是在圣经上 但是你只用了圣经 所圣经真理 所散发出来的绿叶 最后你这些 你俩之间的爱 也到不了永恒 挺可惜的 你想我 我 我其实时不时想 我和季宏所经营的 这个爱我们实在觉得很美好 真的 真的很美好 我真不太羡慕 两千年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真不羡慕 虽然很多场面 我记得很清楚 但是呢 因为比不上现在这么好 可是 如果这个爱到了 死了就没了 在天上确实 不再嫁不再去 可是我们之间所培养的 所经营的爱 是纯到永远 圣经上说 爱是永不止息 好 我这张图啊 我们不但是今天 这个讲一次 以后还会再讲 下一张 下一张 所以呢我们 这一刻其实提的题目 叫做奥秘与使命 下一次呢 是婚姻的根基 这两刻就当作是理论 但容我讲 这个理论太重要 太重要 当我们稍微明白一点 特别在座的 有很多是弟兄姊妹的 稍微明白一点 耶稣的福音 和人类的婚姻 彼此解释 神设立婚姻之初 已想到了 耶稣的救赎工作 这不是我们 这不是提摩太凯勒发明的 这是圣经上有讲 这圣经上有讲的 这著名的经文 这个婚姻的奥秘 下一张 为了这个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 这是以夫所书的五章 但是特别提到 他说讲到夫妻的 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那后面那个就常常被用来做 确实做技巧性的教导 也很好 真的也很重要 那这也很重要 因为认识男女的差别 但是核心的核心 是居然夫妻之间 有很多奥秘啊 对不对 那我们有一刻是讲到婚姻和性爱 夫妻之间的性爱就是奥秘啊 你不会把这个奥秘跟别人分享 但是你可以真的去摸索去体会 原来上帝借着夫妻的关系 可以揭示许多的奥秘 而恰恰是因为这个揭示奥秘 所以你就意识到 这个世界的文化所要攻击的 你想想世界的文化要攻击什么 跟性相关的太多了 你要不然是婚外性 要不然婚前性 要不然就是同性恋 要不然是多性恋 要不然是变性等等等等 你没注意到那个核心什么词 基督信仰怎么样提供答案 我们提供正 正确的而且是永恒的 这个正确不是政治正确 不是属灵正确 不是道德正确 而是永恒的上帝所提供的 极大的奥秘 而这个极大的奥秘 是有开头有结束的 我喜欢跟人传福音说 我盼望你信耶稣 不是因为别人有基督徒对你好 我也盼望跟人家传福音说 你也不是觉得这个 这个基督信仰里头可以让人做好 让人变好 让你做得更好 我盼望你首先看见基督信仰里头 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没有 没有任何宗教讲得了这样的故事 没有任何的思想提供得了这样的 可以一致的 consistent story 一个非常一致 那这个是开头 这是开头 这是第二章 第一 创世纪第一章 就起初神创造天地 那是整个福音故事的开头 那这里头呢 我就跳过 就不 时间的关系 就不全读了 但这里头呢 红字 红字对不起 还是读下红字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婚姻的开始 那这里头呢 也有首亚当 那人就是亚当 亚当给他的妻子写了首诗 谷中的谷 肉中的肉 以后我们也有机会 跟你们拆开来讲这首诗 好 这是开始 婚姻的开始 那下一章 这是刚才我们 节选了 但是这里头 以夫所说第五章 通常会被人称之为 婚姻的篇章 因为这里头讲到说 丈夫和妻子 怎么样彼此相待 但是这里头 其实有些细节 很有意思的 而且再联系 别的圣经经文一读 就太丰富了 而这个的丰富的 核心的核心 是要彰显 基督于教会的奥秘 彰显荣耀的教会 怎么体现基督 圣灵充满 彼此顺服 这些都是 你如果是基督徒 你常能听见 而这些都可以 和我们的婚姻相连 这是一个 我称之为婚姻进行史 那有开头 一个进行史 但进行到哪里去呢 将来 我们会看见 在天上 有个 羔羊之婚姻 这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是 今天开始 你真实相信接受 和永恒相连 今天开始 你经营的婚姻 和永恒相连 天上没有错 是不再嫁不再去 我和基督 没有夫妻的关系 但是我深深地相信 我们在地上 所经营 所建立的 这个本来就来自于 三一真神的爱 在天上继续 永永远远地下去 所以当你想到 那个心腹 实际上 今天现代的婚礼 包括我们 现在大部分 中国人的婚礼 都是穿白纱了 这些都是从 圣经的多处经文借用 特别是从启示 开头进行史 将来有一天 我们会看见 将来有看见 那是婚姻的终极版 爱可以永存 好 再次